ICU和普通的科室有什么区别 第一,ICU治疗的均是微重性疾病 随时有着生命危险的患者 而普通的科室治疗方向均是更加专业的疾病 第二,管理方向不同 ICU为重症加强监护病房 基本处于全程封闭状态 医窃均由医生、护士去执行和管理 减少了交叉感染的机会 而普通科室可以全程由家属陪同以及参与治疗 重症医学监护是随着医疗护理专业的发展 新型医疗设备的诞生和医院管理体制的改进 而出现的一种即现代化医疗护理技术为一体的医疗组织管理形式 中小医院是一个病房 而大医院是一个特别的科室 中小医院长的医疗 中小医院 Forino Abion 给大家ert�罂